会延长寒假来缩短暑假 那么寒假会从原来的2月11号开学日 那延后到两周 也就是2月25为开学日 让暑假来做缩短 原来暑假是7月1号开始放假 那么就从7月15来开始放假 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在 会高中以下学校延后开学 想就有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是就会延长寒假来缩短暑假 那么寒假会从原来的2月11号开学日 那延后到两周 也就是2月25为开学日 那让暑假来做缩短 原来暑假是7月1号开始放假 那么就从7月15来开始放假 我想这整个假期的处理是以平行模拟 就是让整个寒假来延长 那么暑假来缩短 第二个在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调整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家长也会关切的 会是在这个期间 那么会有国中的会考 也有这个技砖的统策跟大学的指考 那么这部分经过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们也详细的去做了评估 那么原则上各个考期 这些重要的入学考试的日程不会改变 那因为有应应到 我们有部分时间的调整 那么因此也跟这个国中会考的新测中心 这个计算的统策中心 跟大考中心来延商 那么原则上就会采取 因应这个整个课程实施来调整 也就是这些未来三个非常重要的入学考试的范围 会因应这样做一个调整 不会让任何的学生考生权益受到影响 那也因为考期没有改更动 所以原来重要的相关考试日程 跟相关的入学措施 也会依照原来的这个日程来做规划 那这部分 家长可以在这个请假 这个防疫的期间里面 有需要的家长 那么可以来申请防疫照顾假 那么这部分雇主也应该予以准假 是不是要给薪赦就看公司的规定 未来支持我们非常多的家长 可能会因为必须要有单一的一个人来照顾这些留在家里做健康自主管理的儿童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会上 家长可以在这个请假这个防疫的期间里面 有需要的家长那么可以来申请防疫照顾假 那么这部分雇主也应该予以准假 那这部分主要是希望能够让有需要的家长 在孩子需要照顾下 但这个范围会以小学以下的学生的家长为主 那我这边要再补充说明的是防疫照顾假的部分 那因为防疫照顾假 它是为了防疫这个应变处置的一个特别措施 那刚教育部胖部长已经有讲过 这个是12岁以下的学童 那他有这个照顾 家长如果亲自照顾的需求 那父母可以由一人 由一人来请这个防疫照顾假 那我这边要特别讲的是说 因为这个防疫照顾假 它是一个特别必要的措施 那这个假它是不可规则于劳工 所以雇主一定要准假 不可以视这个防疫照顾假为矿工 那也不可以强迫劳工用试假 或者其他的假来特别处理 那所以当然如果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雇主也不可以扣发这个全金奖金 解雇或为不利的处分 是不是要给薪资就看公司的规定 这个部分就是看公司的规定 但是因为它这是一个特别的价 它也不是一般的工价 所以就看公司他们的规定 怎么样来处理